Q&A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委員記錄資料庫 製作的網路節目 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知道我們要再進一步關注的議題 那我们不是只有在看热闹 而且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在上个礼拜谈的是 台湾新港的社区防疫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视角 拉到我们节目常常会去关注 以及会去讨论的议题 香港 那香港我们当然谈的是 香港的媒体跟政治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个之前 在22月28号的时候 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 因为在去年 原本香港要选举 然后办了这个有民主派的朋友 办了一些这个初选 结果在办初选就遭到了停职 就有47位的民主派人士 遭到了检方 这个香港的这个以国安法来这个指控 当然在3月4号的时候 其实有部分的这个民主派人士 被这个可以保释 但是其实后来又全部被还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位 当时的参与初选的何贵兰 他其实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也参与了政治 他其实在里头曾经讲过一段话说 他可以接受任何的保释条件了 这个保释条件包括 让他在家里面软禁 可是除了这个 但是有个东西他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要他放弃他的言论自由 放弃他说话的权利 我想在谈香港民主 在香港政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面向 就是有关于香港的媒体 香港的自由 过去我们谈论到 这个黎智英谈论到一传媒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焦点 放到香港的公共媒体 叫做RTHK 香港电台 他所遭遇到的一些状况 我们今天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天 跟大家分享的是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 李立峰 李老师 李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是不是请立峰先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你自己在香港 然后也是一个学者 那你很多的研究 其实也非常在这个事件的现场 去做这些相关的调查 也对于所谓的公共的议题 也经常发表意见 可不可以先请您谈一下 你对于昨天 应该是我们录影的昨天 就是3月4号 这几个被起诉的案件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放在一个大一点的背景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现在基本上 可以说上政府跟中国政府 其实是 是希望通过司法来达到政治空击的效果 当然那个所谓通过司法来达到政治空击的效果 它不止是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国安法案件 也包括之前的可能很多在19年社会运动里边被捕的民众 它也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一种空缀 所以基本上是有几个大的背景 然后当然谈到国安法的话 是一个现在这个47人 这些战会是一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案例 因为我们会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会知道到底那些所谓的红线会收得多紧 然后通过这个计划程序去讲国安 去指控一群人的时候 他们会用什么的理据 或者说会用什么的证据来杀什么样的判决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 我们看到大部分对国安法的讨论 都是比较集中在跟政治的言论 或者是政治的一些行动上面 就像我们刚看到这个在前一阵子 原本要做立法会的这个初选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可是如果回到我们新闻传媒的这个角度来看 国安法对于所谓的新闻传媒 对整个新闻产业 媒体产业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会有极界的也有见解的 极界的当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种恐惧 它也会形成了很多媒体可能对不同的议题 可能多了一种的考虑 就是说大家都会去鼓量 估计到底那个红线在哪里 当然也要讲到国安法其中一个特征 就是说它画那个范围比较广 里边有颠覆国家 有颠覆政权 有分裂国家 有恐怖主义 有所谓构结外国势力 而对于一个香港这样的一种国际城市 过往一直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一个城市的话 其实大家会突然间会想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行为 有什么话语 会讲 有什么讲法 会有可能违反这个国安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很多媒体有可能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考量 然后哪怕那个媒体跟季节本身不怕 也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哪怕媒体他愿意做某一种题目 也可能会比过往会拿去 在那个找被绑解的时候会难很多 因为会有种情况 就是说哪怕新闻之够 哪怕季节愿意谈 也不等于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受访者愿意谈 所以他对很多比较具批判性的 那种新闻的生产会产生很大老怪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实际的例子来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 黎智英被搜索 或者是这个被逮捕 他其实也是跟国防安法有关 那除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外 在最近香港还有哪些传媒的事件 其实是跟国安法是有关 或者受到国安法影响之后 大家可能会产生某种的寒残 某种对于这些议题 他就开始有紧缩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其实如果在讲国安法 很直接的运用在媒体身上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明显 可能是其中个安逸 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背景的话 其实过往大半年里面 当然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件 比如说那个香港电台的季节 蔡玉玲被指控 当他的指控本身不是个国安法的问题 他是去做一个有关 2019年7月21号 那个所谓721云朗的事件 云朗的黑蟹会打人事件 这一个报道的时候 他根据上港郭网的一个 很多季节会用的那个切牌的 我们叫查查 查询他的车牌 查牌的一个记录 来去手机的记录 但问题是那个记录本身 他原本的记录里面 是没有说容许新闻工作节去用的 因为他本身是用来做买卖 那些人去用 过往很多年来 新闻工作节会用 过往就是说大家有一种 你可以说是有默契 就是说新闻工作节 他是为了公众的意义去用的 然后政府也有一种默契 就是说反正就是让他们用 但现在这一期蔡玉玲被固 就是因为他用了那个记录 但警察都说 你就有一个虚假的成熟 虚假的姓名 因为你在用那个记录 要声明就是说 要签一个声明就是说 我用这个记录是为了某一些物体的 而这个物体也不包括那个 不包括那个新闻采访 所以现在警察就把它做起来 就制空它 但这种东西就是说 比如说这一个案例 就会看到过往 其实很多时候在新闻工作里边 它会运用很多先有的记录 很多在很多这个 比如说调查报导里边 很多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是过往是容许的 现在就收了很紧 所以现在是过去大半年 其实是很多这种的案例 不同的基建可以看得出 基本上是你可以说政权在用不同的方法 去收紧那个新闻工作节的工作跟财房的图片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说 蔡玉玲所做的这个节目 RTHK所做的节目 他们所采取的这个 使用的资料 事实上是一个公开公共的资讯 那过去也都行之有年 透过这种方法 去做一些调查报导 深度报导 只过他这一次在使用这个资讯的时候 并没有清楚说 我是要做报导这件事情 那但是 可以讲清楚一点 我精确一点就是说 因为那个制度是他没有一个选择 所以作为一个基建 你去查那个切牌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选择说 你可以宣布你可以去declare 上面做新闻报导 他根本没有这个选择 所以过往所有基建在查牌的时候 查切牌的时候 他也就会反正签那个声明 反正他背后我刚才讲 有一个默契有个假定 反正新闻工作节 基于公众医医 去做新闻报导来查这些还是可以的 是没问题的 拖完大家有个默契 也从来没有警察政府没有说这个有问题 但是突然间说这个不行 这个事情不办了吗 这也是看到警察在介入到一个新闻采访过程 然后他来判定什么东西可以用 什么东西可以用 以前可以用 现在为什么不可以用 事实上有很多的规则 突然间就好像变得很严谨 或者是这以前没有这个规则 他怎么突然间 这个规则好像又是存在的 那他的蔡玉玲 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个RTHK香港电台 非常直升的一个记者 那香港电台其实在最近这几年 也遭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事情 那当然最近的这个事件就是他们提到了这个有关于香港电台的这个所谓的品管是有问题的 那科普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香港电台的这个定位或是对香港人的重要性是什么 那最近的事情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对香港电台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那个大背景当然就是说 香港电台首先他是一个在香港来讲 其实他就是一个公共广播 基本上就等于是香港的第一集 但同时呢 因为那个历史的原因呢 他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确是一个官方的电台 所以呢 那么多年来 从疾病历史大到现在 他在那个季度上 他的确是一个政府部门 所以呢 香港电台在香港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 可以说也可以说这个比较奇怪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一方面的确是一个政府部门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从内部的运作的文化上面 从他们的目的上面 从那个在那边工作的人员 他们的原则上面 精神上面 他们是非常的强调 自己是一个在工作 在做一个欧洲一体叫做公共广播 尤其从70年代之后 所以呢 变成了就是说 它虽然说它是一个政府部门 变成了在一个行政上面 管理上面 它有一部分是需要根据 那个政府部门的那些规则 去做 比如说怎么用钱那种东西 它也会受到那个政府部门的那种管理 但同时呢 它内部其实一波网 还是非常的强调 那个新闻的专业主义 非常强调的公共广播 非常强调的偏激的自主 齐平 然后也需要对那个有批判性 也需要单单的底细纯 就是大家也会很熟悉的 在自由主义底下的那种新人的专业主义 那种想法 那种理念 所以呢 过往在那么多年来呢 那香港电台 它一直是可以说在香港的媒体 那个系统里边呢 也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其中一个公信力最高 也是最专业 也是最高的 其中一个比较敢言的 很说话的一个媒体机构 不过依照这样讲法看起来 虽然它 它其实有点像台湾的公共电视 只不过台湾的公共电视 在制度上面 比较不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 可是香港电台 即使它在 人事跟运作上面 或是在经费上面 它可能会跟政府有关 甚至有些在里头工作人 也算是公务员 但是其实它还是保有了 某种的专业主义 然后 它其实就是跟欧洲 很多公共电视一样 它是很强调 这个所谓的公共讨论跟批判性的 那它其实也很客观 就是我觉得这个 跟台湾的媒体不太一样 台湾很多时候批判性 这个情绪很强 可是香港电台你会发现 它的电视节目 都非常的冷静在进行批判 那这么有品质好 或者是对我而言 它就是一个 有些节目都觉得是台湾 可以去学习的一个范围 那为什么会被香港政府说 你的这个品管太差 然后你的品质有问题 你的法官有问题 然后又要颁布 这个新的编辑指南 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其实这一个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说现在在这一个阶段 目前那个阶段 香港政府跟中国政府 它怎么看香港的媒体 它基本上就是说 已经可以说去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它 某一个程度可以说 它融合上一个专业的媒体 因为刚才讲 专业媒体 其实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客观 中立 齐评 的一些理念 但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一个专业的媒体 它也是那个所谓的敌势权 它也是一个要坚强政府 监督权力 也要批判性 也要具备那个批判性 它变成呢 尤其如果我们看到 那个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个在香港发生了很大的一场 社会运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比如说 个别的媒体 包括那个 那个上海电台 它如果是比较感言的话 它就会把很多那种 在现成的情况 它会暴躁出来 它肯定会把警察的那些暴力 会暴躁出来 然后它比如说 在一个集结会 这个政府的集结会里边 可能会提一些非常尖锐的 非常具批判性的一个问题 然后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集结 叫利俊阳 利俊阳 对 利俊阳那个集结 它当时就是说 在19年的那个社会运动期间 它在好几次的 那个民政 就是特首 林政月娥的那个集结会里面 它就非常非常的out spoken 就提出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 那个问题 那边从专业主义来讲 我们知道这个是在 社会发生非常大的争议 当政府的那个做法 很多政策官说的话 非常的具有争议性的时候 其实集结有必要 有需要去 提出尖锐的批评 但你在政府的眼中 就变成就是说 觉得是有问题 然后他们就会用 然后你就不够重力 不够客观 不够欺评 来做一个理由去打压 那变成比如说利俊阳 利俊阳它本身这个情况就是说 它本来是在那个 也不是 它不是一个已经恒常的 成为那个长期的 应该不是它属于in-house长聘 它可能还是在一个试用的阶段 对 所以后来就没有把它 这个说这个试用期过了之后 就没有把它正式转回 转成一个长期的员工 我们就延续它的试用期 然后基本上就是很多 媒体的观察者 跟媒体内部的希望工作者 都会觉得基本上就已经是一种大样 我自己上课会播 利俊亚在几次 林郑记者会上面的一些发言 我觉得好精彩 我都会跟 学生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 他其实也不是像 很带很多的情绪 他只是希望你把事情讲清楚 而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把事情讲清楚 其实是很基本的 就很多的发言有疑问 我要帮观众 要帮读者 要帮民众厘清 这些疑问 而你就有义务 政府官就有义务要讲 可是没想到这个反而 在我们看起来是很正常的 一个采访的活动 很专业的一个表现 但是其实 却会变的是 造成的某种的他的言论 甚至他的工作的权益也受到影响 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香港在以香港电台的例子 来看 这一连串的这个发展跟变化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来讨论 这个有关香港的新闻自由的问题 从香港RTHK的这个经验来看 那香港这样的一个长期 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 或者是把时间拉到2012年 14年的这个反国教运动 或者是从雨伞运动来看 这样一个变化 对香港新闻记者的工作的 这种专业的表现 又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那立丰本身也是一个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 对于我们在新闻教学上面的影响 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说我们想说 啊 我也说大家大概会知道 就是说当宏观的记录改变 当宏观的改变发生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 就几次你怎么去应对 而我们会看见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当然一方面就是 个别的基本工作节 他需要每一个基本工作节 他会积极会有一个评判 就是说自己所谓底线在哪里 到哪一个程度 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已经做过下去的话 我就奇迹 比如说刚才讲当宏观电台的话 宏观电台在新的广播出展三分之后 在前后也有三位 这个评判工作节 比较刚好的评判工作节 而且是高层的 对都奇迹了 很多时候就之前有线电视 他来了一个管理层之后 也有很多有线电视的评判工作节 就奇迹 所以一方面是有很多的 个别的新闻工作节 他们会需要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在空间越来越窄的情况底下 他们能做多少 这做多少 但也会有一个判断之后 会不会去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已经待不下去 已经不可能做 而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节 自己在想的东西 但我觉得其实除了说 有部分的新闻工作节 会觉得已经是超越了底线 他已经不能再做下去 但留下来的人 我觉得还是很多留下来的 专业资源工作节 他们还是失望在非常困难的空间里面 能够见到什么空间 能够做到什么的做什么 还是在一个 反正就是在一个很 一步一步的挣扎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失望就是觉得 就是说前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还是失望能够能做多少的做多少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 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是透过大众的捐款支撑 来做的一个在台湾的独立媒体 或者是另类媒体 透过群众的集资 透过大家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走比较长远 客观的这种独立的这种报道 那今天我们当然也要谈的是 跟新闻传播媒体有关 在我们线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 李立峰 李教授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刚刚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有提到香港电台 RTHK 虽然他是一个官方的 这个资金跟人事的控制 但是其实在过去传统专业主义底下 香港电台的表现是非常非常 优质的 我自己在上课常常会播 RTHK的 不管是他的这个 14型的节目或者新闻的报道 我都觉得 这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学习的 一些范例一个对象 那有趣的地方是 他其实本身是强调非常 非常强调客观中立 但是他又有这种所谓的批判性的精神 同时他有很多的论坛节目 也会找不同的立场者来对话 刚刚也听到说这个RTHK 其实在最近被 公布新的 这个所谓的编辑指南 那我在想说这个新的编辑指南 难道要去扼杀了传统 这一个有拥有的精神 客观中立持平平等 报道的这种状况吗 那我们也看到了RTHK 在前一阵子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节目到头条新闻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嘲讽性的节目 那他常常会有主持人 会在里面有一些 各式各样的演出 扮相然后来去嘲讽时事 那这个节目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一个嘲讽节目 他也有办法去做到所谓客观中立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 一个时事的讨论不能够嘲讽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现在上海政府 他管理上海电台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说 他现在在讲上海电台的时候 通常都会refer to 就是说参考 他们有个叫上海电台阅章的文件 那个上海电台阅章是十几年前成立的 就订定的 其实还是根据BBC的一些文件 来参考一些的一些文件 所以里面也会非常强调编辑技术 也会非常强调启评这些理念 那现在如果我们看上海政府 对上海港台的管制 他还在表面上没有编辑 甚至可以说他口头上 他还是非常的强调 还是会给上海电台编辑技术 但他会补充你有编辑技术 但同时你有责任 你有编辑的责任 他补充一点 而且他会对编辑技术的一个理解 等于我们有一些评论解说 等于编程的总编辑技术 OK 那我们传统技术 没准备总编辑技术 因为我们明白在传统来讲 所谓的编辑技术 真的是每一个专业新闻工作前 你是机械 你是编辑 你是什么位置 你有一定程度的基础性 每一个都会有一定的基础性 但现在上海政府看来他们对港台的编辑技术的理解 都很强调 你是怎么自够 他会有某一种基础 但这个基础最后的法官人就是他们的总编辑 总编辑是什么人呢 总编辑其实就是广播出展 他是官员 那过往几十年来那个广播出展是什么人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有媒体经验的人 比如说以前的过去几年的广播出展 就是梁家鲁先生 梁家鲁先生呢 是在香港也是一个非常基深的电视新闻工作者 但现在呢 刚刚上月1号就换了新的广播出展 就是一个政府官员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传媒经验的一个政府官员 那变成如果你说 上港台的编辑基础 就等于是他作为一种编辑他的基础的话呢 就等于其实几几个官员他在管而已 这变成没有我们 专业理念底下的编辑基础 然后呢 刚才提到启评也是一样 就是说 他会在表面上还是非常非常强调启评 但很多时候呢 可能这个在政府眼中 或者说在政府的花园里边呢 就会把齐评的定义收得很窄 而且呢 他会摸杀了 他会那个 副热了 这个 刚才这个中产林也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节目的类型的多元性 嗯 那个刚才提到的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是非常非常好的用力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嘲讽 做一个节目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在英国的广播公共广播传统里边 我们讲imparsuality的时候 讲齐评的时候 它其实在英文里边有个叫 Due Imparsuality 它有DUE 这个词里边 它有一个qualifier 为什么要叫Due Imparsuality呢 就是说这个齐评 不是很空翻的讲齐评 而是要 适合每一种不同的媒体类型 每一种不同的节目类型的 新闻发导的齐评 跟意见节目的齐评 跟嘲讽节目的齐评 它的做法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不可能完全一样 但问题是 现在上海政府 它有个青山 就是把一个非常严谨 非常没有弹性 的那种所谓对齐评的理解 对客观齐评的理解 去加上所有节目上面 变成对意见节目 对嘲讽节目 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特别大的限制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知道 香港一直长期来 有两个很重要的 不同行业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则或是特质 一个是专业主义 一个什么就是专业 第一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法制 或者是规则 很多东西都是条条目目 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刚刚立峰在谈到 包括蔡玉林去查 这个车牌的例子 或者是刚刚谈到 投到新闻的例子 你会发现 专业主义跟规则 在国安法下头 或者在香港政府 或者在中国政府 他们也会用 他会用你的语言 会用你的词汇 会用你所谓的原则 来去跟你互动 可是到底怎么去解释 这个专业主义 到底怎么去解释法律 他又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确定 不稳定的因素 是这样子吗 所以其实 中强你讲这一点 就讲到 如果容许我讲的学俗一点的话 其实我知道 香港郭瓦安常讲规则 但每一个社会里面 所有规则 背后都有一些文化背景 所谓文化背景就是说 规则叫齐平 但他的文化背景 就是我们怎么理解齐平 对 你的规则是 这个可以做 这个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中间可能 有些时候少不免 有一些灰色地带 然后我们的文化背景 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觉得这些灰色地带 我们会怎么使用 现在问题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开始 就是过去 可能很多年来 就已经慢慢的 很多时候是那些规则 还是那些规则 表面上还是那些规则 但很多时候就是说 背后那些文化的背景 慢慢就 它否定了 就是说政权 就否定了 它背后那些文化的理解 所以它表面上还是讲齐平 但它就改换了 我们对齐平 大家都有齐平的理解 它表面上还是跟你讲 跟你谈片极基础 但它基本上是改了 是改了片极基础的理解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它在另外一套文化底下 去运用这些规则 而有的时候 你改换了一套文化里面 你同一套规则 就突然之间 它不是维护基础 维护自由的东西 甚至有可能变成打压的工具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从所谓的文化跟制度来讲 香港本来有它自己的文化 有它的制度 有它的运作的规则跟逻辑 可是当中国政府开始出现 不管是在一国两制也好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几乎要变成一国一制的状况底下 它有它的文化规则 它有它的文化政治的制度 也有它的逻辑 但是你会看到中国的逻辑是 强制的去 要去改变或是影响的 在香港的这个所谓的文化逻辑 或是在原本的专业主义 可是回到传媒的这个工作来讲 传媒能够发挥它的效果 它其实因为 从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里头 它不是一个宣传的机器 不是一个宣传的工具 它甚至要回过头来监督 那个要它宣传的这个对象 在这种状况底下 香港的传媒工作者该如何自处 因为你会发现 那个内在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 即使不去管 会不会有所谓的被入肩 或者是生命受到一些威胁 光是在采访在写作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我觉得现在是当然很难讲说 香港的斯文工作者 他们有什么的方法去改变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大概有觉得 我也说大家 大家会知道就是说 当那个宏观的那个记录改变 当那个模范的改变发生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 就几次你怎么去应对而已 而我们也会看见 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当然一方面就是 个别的资本工作者 它需要每一个资本工作者 它会自己会有一个评判 就是说自己所谓底线在哪里 到哪一个程度 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已经做不下去的话 我就奇迹 比如说刚才讲到那个上海电台的话 上海电台在那个 新的广播出场上任之后 在前后也有三位 这个斯文工作者 比较高层的斯文工作者 而且是高层 对都奇迹了 就很多时候就 就是之前那个有线电视 他带了那个管理层之后 也有很多有线电视的 那个斯文工作者就奇迹 所以一方面是有 很多的个别的斯文工作者 他们会需要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在空间 越来越窄的情况底下 他们能做多少 做多少 但也会有一个判断 就是会不会去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已经待不下去 已经不可能做 而我相信这个 是每一个斯文工作者 自己在想的东西 但我觉得其实除了说 有部分的新闻工作者 会觉得已经是超越了底线 他已经不能再做下去 但留下来的人 我觉得还是 很多留下来的 专业新闻工作者 他们还是 失望在那个 非常非常困难的空间里面 能够见到什么空间 能够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还是在一个 反正就是在一个 很一步一步的挣扎的 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失望就是觉得 就是说前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还是失望能够 能做多少的做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你刚刚谈到香港 这个有线 中国新闻组的这个部分 那他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上市你刚刚也提到 所谓是集体的辞职 这个集体辞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众新闻 他们其实在前一阵子 也出现了这个众新闻的 这个中国新闻组 那这个其实有一些 从主流媒体出来的人 他们其实就慢慢的转入到网媒 希望在网媒他可以有一些 这种还有存在 或者是这种 报道的可能性 香港的这个所谓的网路媒体 或者是所谓的独立媒体 或者是另类媒体 其实从2003年 就开始慢慢陆续的出现了 有一些是看到的是 所谓的专业者离开 然后自己成立的这个网媒 那有一些可能是 包括像香港的Inmedia 他其实是一群 也包括专业者跟社会运动者 他们去集结起来成立的一个网媒 而且到目前也将近 快20年的这个经营的历程 可是看起来在一般的社会里面 当你主流媒体失灵的时候 不管是受到商业的力量也好 或是政治力量的控制也好 总会有一些人会离开 然后到所谓的Inmedia 或者Authentive Media里面 去经营去生存 可是香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些Independent Media 或者是这些Authentive Media 另类媒体 独立媒体 也还有空间吗 我觉得另类媒体的空间 网络媒体的空间要看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其实刚才你提到 比如说有声电视 有声新闻的中国主 他离开之后 就去到中新闻 但他去到中新闻之后 的确帮中新闻 得到了很多新的独解 新的观众受众 其实一个很基本的道理 就是因为他们是有市场的 在香港很多那些批判性的 那个新闻的报道 跟新闻的节目 和公共视频的节目 是有市场的 所以基本上 那个网络还是 就变成一个主流媒体空间 没有空间 让他们发挥的时候 他们就寻找网络 很丰富的主流媒体 他先做了一波最基本的报道 然后他们拿出最基本的报道 然后再发挥 然后再跟进 或者说评论 或者说一个批判 变成了如果主流媒体 他都变成就是说 完全变成一个官方的媒体一样的话 变成了他们能发挥的空间也会减少 另外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几年 那个网络的媒体 一直以来都不受到 上海政府的承认 就是说上海政府的一些季节会 那些他们那些选举的时候 那些点票的那些空间 都不让那个网络进去的 很多时候都不让网络进去 所以基本上 捷律也会对网络 不是说 直接怎么打压他们 但至少 绝对不会容许他们 那么方便 直接排除他们 对 首先排除他们 不给他们方便 他们应该有的很基本的那种协助 所以基本上你说 当然还有另外第三个就是说 网络 它长远来讲 其实这也是全世界的 基本上网络媒体 它也还是面对一个 所谓 business model 还是面对一个营运 所以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 其实现在香港 大家过去几个月也会讲 就是说 在中国政府 它在要缓香港 要加紧攻击香港的时候 它会照样去管理网络 OK 过去几个礼拜 已经有一些新闻 讲到可能 拿一个网站给风 做一些 已经会有一些讨论说 会不会甚至那个法国厂 会进来 当然这个讨论可能 很难说 会不会真的会发展到另一种地步 但基础 我们知道 网络的发展也面对它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挑战 包括网络媒体本身 它不受政府承认 本身它不一定有很充足的机缘 做最基本的 或者最深入的报导 包括 business model 本身是一个条件 包括政府长远 长期之后 会怎么样去管控网络本身 都是一些危机 在这样子谈下来 其实要回到 立峰你自己的角色 你是中文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其实大学也是念新闻传播 然后非常关注 这些媒体的独立自主 你其实也写了 跟媒体跟社会运动相关的论文 其实也非常写的 很多跟专业主义有关的研究 在一些事件的 你也会到现场去关心 甚至在事件的现场 也开始在做一些相关的访谈跟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 尤其是在台湾 或者在香港来讲都会是 所谓的新闻传播业者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养成的过程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香港的环境 是这么的糟 香港的新闻自由 越来越受到紧缩 我不晓得 作为一个新闻传播科系的教师 你要怎么去教你的学生 你要给他什么样价值 告诉他 原来我们所谈的这些 专业主义的价值也好 或者是在这种 所谓的持平公平的报道也好 这种批判性的 这种所谓应该要有的 这个新闻的本质也好 讲完之后到工作的现场 恐怕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回事 要怎么去讲 要怎么去教他 会怎么样去自我的调整 或者怎么去面对这种状况 我觉得解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很大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对任何从事新闻教育的人来讲 现在在香港这种环境里面 你要怎么去吸引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可以说的 就是说 但基本上就是说 一方面我会 我介绍我们这个中文大学 中文学院 我们的老师 我们也会很强调 就是说 我们首先这个原则 我们会怎么改变的 我们教的还是哪一套 因为我们教的 所谓哪一套的意思 就是说 还是一套建基于自由主义的一种新闻的理念 一种新闻的中业主义 我们还是觉得 那一次才是我们真正 那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新闻 我们还是用那一个来做基础 来进行我们的教学 但你说这些东西 现在越来越不能够在那个社会上面实现 实现 对 那怎么办呢 当然 所以就另外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那种环境的改变 可能我们也需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调整 调整 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理念 而是说怎么样去引导那个学生 引导那个同学 让他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发挥的空间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还是可以做 但我觉得有一点也要强调了 其实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不必要把过往上的过分理想滑 因为你说从90年到2000年打后 你说香港的媒体 你说我们教的是专业主义 你说在媒体 其实哪怕比过往政府的管控 没有现在那么厉害的时候 你也有商业主义的问题 对 对 是吗 我们在学院里面 教的我们强调的那种专业主义的理念 其实从来在一个商业媒体世界里面 就不是那么容易世界 现在当然再加上很大的政府的 一种正确的打压的话 就更难世界 但我只是说 从来都要面对那个问题 我们讲的是一套原则 但那个原则在世界里面 我们在什么地方 尽量去做 尽量去寻找空间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然后 到底具体怎么做 就真的要 一步一步的 看着社会情况的 不同的事情的转变跟发生去应对 我其实非常同意利丰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自己在过去读大学读专科的时候 其实刚好是在台湾的威权的末期 在解研的前后 学校里面会告诉我们 因为我读的是新闻科系 学校里面会告诉我们 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可是学校本身就会去審理的稿子 然后我写的文章 或是我编的东西也常常没有办法见光 那到了社会 其实也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打压 可是那个所谓的新闻自由 或是那个专业主义的这个理想 或是那样的一个价值 是一直藏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面 所以一旦有了这个空间之后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价值 他其实才有机会发挥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 如果我们都不谈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在教育里面 都不存在这些东西 一旦有了空间 你也是被寻化 你也是没有办法去发挥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我也会跟一些下方朋友分享 所以说真的是要零巧像蛇一样 就是我们真的要懂得去 如何去面对这样一步一步的这种打压 以及怎么样去回应 今天非常谢谢李立峰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做相关的这种访谈 谢谢 谢谢